农学博士赖敏南在草屯镇一间生物科技农场的协助下 投入新品种白鱼儿的栽培 经过两年半的研究试验 现在从培养菌种到收成都能独立作业 开始小规模的量产 并且与在地的青年农民契作 赖博士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 将这项养生的产品多加推广 白鱼儿外表类似白木耳 但营养高于传统白木耳一倍之多 经由农学博士赖敏南精心研究 投入栽培工作 在无城市内栽培生长 必须注意温控及湿度等条件 所以栽培白鱼儿相当不易 农学博士赖敏南表示 白鱼儿是黑木耳变种出来的一种菌类 它的形态与黑木耳接近 所以也有人称它为白木耳 但是又与大陆的白木耳不同 大陆的白木耳又称为银耳 白鱼儿也就是黑木耳变种出来的一种菌类 它的形态跟黑木耳非常接近 所以一般我们也可以称为白木耳 但是这种白木耳跟大陆的白木耳不一样 因为大陆的白木耳实际上它的名称是银 它的形态完全跟黑木耳或是我们这种白木耳完全不一样 白鱼它的含对我们人类的有调节免疫的那种成分就是多糖体 它的多糖体大概可以达到9%以上 那至于黑木耳它只有7点多%而已 所以说经过这样转变以后 它对我们人类的功效会比较好 因为一般菇略就多糖体都可以调节免疫系统 那我们也比较不会生病 这个对我们现在的人是非常适合的 农场董事长赖之勋表示 白鱼儿并不好栽培 必须在无成无菌肯温的环境中才能成长 目前经过多次的研究 已经成功也可以开始量产 这一只白鱼儿本身也是非常不好栽培 它好像是室内里面的花朵一样 所以我们就也盖个这一个无成无菌式的 这一个厂房 维持这一个18度这一个常温 然后再来就是说 建计式的去了解这一个白鱼儿 它是要怎么样来栽培 现在已经成功了 已经这一个能够就是说能够量产了 那么量产的群群之下 我们这一个就能够就有这一个有像这个上规上市的这个加工厂 委托他们帮我们生产 就是生产成这一个有机的养生饮品 随带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比较能够普罗大众 无为不至的照顾 才有最纯白的收获 业则表示台湾吃的白木耳大部分还是由大陆进口 但品质良有不齐 因此才投入白鱼儿的栽培 虽然设备及生产成本较高 但能够生产出让民众安心食用的养生好食品 却相当值得